话语时期,他的一生,完美了我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欢迎来到今日 3月28日,星期四由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 为大家准备的每日灵修 标题为,你对神话语的个人学习 这律法书不能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默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兴盛,必有美好的成就 当你向神话语中的数天启示敞开时 神的话语会把你从一个荣耀,带到另一个级别的荣耀 当证理,在你的灵里显现 当你知道并同意神所说的话时 他就在里面动工 但如果你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你怎么能同意他的话呢? 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有一个如饥似渴的欲望来学习的原因 认识神的话语 尤其是在这个救赎之年 你要兑现你的代金卷的实际价值 记住,这些代金卷就是神的正理 是他关于你的话语 你必须凭信心宣告出来 圣经说 就要克牧那纯净话语的乃 像财生的婴孩一样 叫你们因此奸长 因为你们已经尝过主是有恩典的 彼得前书二章二至三节 请读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所说的话 你们若一直在我的道中 就正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必晓得正理 正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约八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 请注意 主的训诫 是要他们继续遵行他的道 这意味着 对神的话语的知识 有永不满足的渴望 借着神的话语 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智 建立信心和品格 使徒保罗说 要学习 要热心 尽你最大的努力 把你自己呈现在神面前 被神 查验 试炼 成为一个没有羞耻的工人 正确的分析 和准确的划分 正确的处理 和巧妙的教导 正理的道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 扩大经典版圣经之一 主耶稣 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说 应当查考这些圣经 神的话语 是神心智的表达 祂的旨意 为我们写下来 并表达出来 为你自己来学习神的话语 领悟祂 讲说祂 并拒此而活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宣告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向我显明个人性的学习 你的话语的重要性 这是我基督徒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我今天学习并默想神的话语时 我已经准备好去实现你对我生命的渴望 和计划 我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 在耶稣的名里 阿门 最后我们可以参考以下的经文 约书亚纪一章八节AMPC 提莫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 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 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本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八千一百二十三种语言译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